國民黨臺北上參選蔣灣 今天參拜北投關渡公平選戰 回應預約公車的議題 強調政策是針對生障者 飲法族孕婦等等 要論贏不要扭曲原意 也在批對手陳時中 內湖交通政策不懂民意 然而臺北市副長黃珊珊 倒是跳出來酸蔣灣的政策 說臺北市預約公車制早就行之有年 假日一早拼選戰 國民黨臺北市長參選人蔣萬安 來到北投關渡公參拜 面對北投藍綠白廝殺 最激烈的一級戰區 蔣萬安人氣還不錯 現場動算聲不斷 不過蔣萬安日前提出公車預約 座位的證件倒是被綠營批 不懂民意 網友更興趣他是蔣公子 沒搭過公車 看到網路上也有很多討論 我都歡迎大家提出不同的意見 完全不把選民的意見放在眼裡 沒有想到陳時中竟然會對質疑 他政見的市民 說出這樣粗暴的言論 其實大可不必 但槍對手陳時中 是他才沒做好功課 更不了解民意 蔣萬安強調自己政見 臉書粉專上也清楚寫明 約座位有助生障者 飲法族孕婦和嬰兒車父母 提高使用意願 有心人士不該為了選舉 斷章取業 蔣萬安強調 就是為了銜接雙北交通政策 畢竟新北在部分公車 已經有預約座位置 不過落實地點 主要針對偏鄉等人口較少的地區 就是希望能夠雙北合作 然後整體提升公共運輸服務的品質 這個其實早就已經進行了 還有十幾條路線了 頻率跟班次跟搭乘的人數本來就很多 其實是可能很難做到所謂的預約 我不知道說是不是捷運也要預約 對手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也跳出來酸蔣萬安 該有的現在早就有了 提出證件得因地質疑 畢竟台北市一旦到了通勤尖峰時段 不愛做也未必有空位 參選人評選站提出證件 誰的牛肉有料又有道理 留給選民評斷 在陳明華 宋史前 陳希 SNG小組採訪報導 艾瑞市副長黃珊珊 今天一早來到士林的市場 受到攤商的熱烈歡迎 帶頭喊動蒜口號的 士林市場自知會長林天來 其實日前才被掛名在 國民黨市場參選蔣萬安 士林後援會榮譽總焦 如今表態力挺 黃珊珊也被解讀是狠狠拔爭 而在中正萬華區 民眾議員參選人 成立了服務處 掛上第一面有黃珊珊的合體看板 而地點就選在蔣萬 和藍營議員聯合服務處的正對面 互別苗頭意味濃厚 黃珊珊動蒜 黃珊珊動蒜 攤商包圍高喊動蒜 週末一大早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來到士林市場人氣超旺 但仔細看她身邊帶頭喊口號的自知會長 過去可是偏藍色彩 選戰對手國民黨蔣萬安 日前才成立士林後援會 但看看名單上八位首席總招當中 就有士林自知會長林天來 黃珊珊這次來拔裝也固裝 因為我跟那個合員會會長 那個郭明君都是好朋友 沒有問的時候 他就立民族經濟才講了 林這邊是立挺山東 對啊 當然 他對我們士林市長付出太多了 其實大家不用過度解讀 好好地跟地方里長們 基層的民眾好好地傾聽 爭取支持 不只士林北投區基站 來到中間萬華區 蔣萬安和藍營議員聯合服務處正對面 民眾黨參選人吳一炫也成立服務處 找來黃珊珊站台互別苗頭 更掛出2022第一面黃珊珊選舉看板 照片也是最近才弄好的 所以最近才能夠提供給他們 我想好的人我們都會支持 今天是要做這麼多條 這很正常啊 我以前在選舉的時候 我隔壁還是另外一個候選人 沒有什麼別苗頭啦 這個市民自然會做判斷 讓我們能見度更高 讓我們可以跟大家知道說 我們跟黃富有一樣的信念 這才是我們願意跟黃富 掛上看板的最主要原因 外面的看板其實是這樣 因為很貴 需要大家捐 黃珊珊還沒辭職宣布參選 看板低調掛在室內 卻還是關不住選站起跑聲勢 接著藍機發行員SNG小組採訪報導